歡迎大家回收看我粉絲的遊戲頻道 我們今天有更多世紀帝國室的節目要跟大家分享 這場比賽是 Bistee用阿拔斯對到 Vortex的法國 在阿拉伯這張地圖 阿拔斯普遍來講 一直認為是克制法國的 那在現在的版本的改動累積來講 法國被下修了算是兩刀 主要是 刺猴的生產時間延長 然後 再來就是法國的 封建產兵的這個 把產村民的這個加速被 等於是移除了 所以他的產村加速在黑暗時代跟封建時代都是一樣的 他的10%不會變 然後 在上一版累積下來的還有一個騎士精神的漲價 所以整體來講對法國是比起以往對到阿拔斯的狀況 是更不利 那Bistee這邊 一樣做一些奇奇怪怪的流程 就是在升級之前就 先下智慧宮 然後沒有任何的好處 對沒有任何的好處 你想一下 你資源先進來 資源先進來 然後你就一直有資源進來 所以你提早開始進資源 你提早開始達到400 200 那你會想說最後我還是得要花一村的時間去蓋這個 不是嗎對不對 我最後還是得要花一個村民去蓋他 沒錯 可是你知道那一隻是什麼時候去蓋 所以資源在要進到400 200之前 你可以抓一隻剛好的村民 在那個資源要達到的瞬間 剛好這個也蓋好 那就會同時可以升級 然後這樣你上時代的速度才會是最快最快 那像這樣子先蓋智慧宮的流程 普遍都是大便 大部分的情況你只是 不希望自己後來不小心把智慧宮塞在奇怪的位置 或是沒有圈到你想要圈到的影響力範圍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也記得你可以先下智慧宮的藍圖 然後不去蓋他 就去採資源了 等到最後需要蓋的那一村 你才去敲那個藍圖就可以了 木房一樣太早 應該先發木 阿拔斯先木房的流程基本上也都是大便的 因為那個 輪軸 輪軸對比黃金時代給你的加成實在是小到爆炸 黃金時代全部採集15% 輪軸大概只提高了金礦一點點跟伐木一點點 然後羊幾乎完全沒加 所以總經濟放大平均下來大概是5%到6%吧 就不是太有屁用 以前其實都在吃羊的時候 輪軸真的是一點屁用都沒有 你開始很多村吃果樹的時候 輪軸會稍微有用一點 尤其是第二圈果樹 就是第一層吃完的時候 輪軸的幫助會很大 那因為他想要先拿輪軸的關係 他現在還被迫要做一個遠距離伐木 然後遠距離伐木之後 還要再交上輪軸的50木 才能夠蓋伐木場 才能夠蓋伐木場 所以他等於是遠距離伐了100木 這非常的糟糕 3db我們前面有一場 這個 對到 對到 對到誰啊 對到帕帕帕 的阿爾泰 他的 阿巴斯流程 就比比斯蒂現在用的這個要好非常多 非常多 所以只能說 比斯蒂這樣做是沒有解鎖阿巴斯的全部潛力 比斯蒂之前看過一些其他人轉播他的比賽 也是有在詬病他的黃金時代太晚拿 所以 普遍來講他不是太重視黃金時代的那15% 那 這是令人肥解的 因為 15%真的很強 幹官員監督都才20%了對不對 我有研發一套流程 如果大家感興趣可以在留言讓我知道 就是可以讓你在4分10秒左右拿到 黃金時代的阿巴斯流程 那 但是你就不會去拿輪軸 也大概不會去拿新鮮食品 那你也比較小看 所謂的4分10幾秒的黃金時代 你直接就是多了16吋的15% 所以也是蠻多的 16吋的15%等於讓你從現在開始領先對方快 快2點多吋了 對啊 所以開始敲兵營 所以開始敲兵營 他是沒有用村民搶蓋的 因為他的刺猴看得到 騎兵學校所以他不急 他完全知道騎士出發的時間點 正常的話對方上封建你才開始敲兵營 會建議你直接拉兩村蓋 然後接下來你就不用擔心了 你的長槍一定比對方的騎士快到你家 他的騎士能撞到你果樹之前 你長槍一定已經在果樹 然後他如果是要守黃金的話 那你長槍一定來得及到黃金 但是這個是指你不知道對方的騎士在哪裡 但你看到對方上封建的這個訊息 對到法國的時候 建議你拉兩村蓋你的兵營 這裡的話是用刺猴看果樹 然後長槍打算去守石料 那這原因也很簡單 因為果樹離城鎮中心比較近 而且果樹的村民撤退之後可以採羊 石頭的村民一旦被打退的話 他沒有東西採 因為你現在就是想蓋城鎮中心 就是需要石頭 所以長槍去守石頭不守果樹 這個如果對應來講是黃金的話也是一樣 長槍守黃金不守果樹 其實沒有開鐵匠鎮 其實沒有開鐵匠鎮 所以吃了一個大虧沒有殺到村民 我們切一下VOTIX這裡完全是可以開鐵匠鎮 那他不開因為他要上 他要上雙TC 等一下注意一下雙方的城鎮中心的時間點 沒有干擾到村民的工作時間 這邊只有干擾到對方的長槍操作 所以是沒有用的 如果能夠讓村民做出反應動作才會有用 就減少對方的資源採集 法國這裡比較早採木頭比較晚採石頭 直接用七村採石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感覺最後是可以留下一村 可以留下一村 他這邊應該會七村全部拉走 但留下一村採石頭的好處是 你接下來可以蓋防禦塔 TC感覺可以在前面點連野豬一起吃 那就是注意這個城鎮中心的時間點 法國大約六七分開始敲 對方這邊拉野豬撞村民 然後 野豬現在大概率會追騎士 所以沒有用 TC快要敲起來 這邊村民去敲 想要去敲城鎮中心 可是 長槍沒有去保護嗎 發現這隻刺猴了 但是不知道對方的騎士在哪裡 有長槍現在回來保護了 剛才長槍的動向比較奇怪 他比較像是想要去攻擊對方 但是他應該是沒有辦法這樣做 他自己的村民會挫賽 敲到一半被衝撞 成功反擊暈眩一隻騎士 有機會戳死 可惜啊有一隻長槍走錯路了 這邊拉長槍去圍堵 然後留下幾隻長槍來顧 注意就是對到法國的時候基本都要這樣 你只要有拉一部分的長槍就可以驅散騎士了 你不要記得所有的長槍都一起走 最後你就會發現騎士繞一圈又回來抓你的村民 然後你村民旁邊沒有長槍保護他 好了到現在阿拔斯8分43秒 蓋好自己的2TC 很多人對阿拔斯的新鮮食品2TC3TC都捧上天 覺得就是贏不了 你跟阿拔斯一樣的TC數量 他村民半價你一定輸 但你看一下阿拔斯現在的村數 畢斯提現在是29村 沒有10村民 但台Voltix沒有殺到任何一村 然後Voltix已經34村了 那這是法國 如果你今天是羅斯的話 可能會再少一村到兩村 對你可能會是在32左右 那Beasty現在才29 如果你32的話 也比29多三村 三村就每分鐘120支圓 這其實比新鮮食品重要 所以 你如果是走羅斯 我講的4分半鐘就可以敲好 開始敲成人中心 你5分半以前 以前 就蓋好了花 阿拔斯現在已經落後你 如果他8分鐘敲好 他已經落後你2分半鐘的 承認中心生產 2分半鐘可以到 6 7.5村 7.5村 7.5村直接不用玩 那個經濟差距巨大 7.5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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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實蠻多文明的多TC 都不需要趴成阿拔斯的多TC 然後注意他3TC4TC的時候 你不能夠跟著3TC4TC 你是要直接爆兵把他打死 因為 你2TC經濟比他強 然後他的2TC經濟比你爛 他為了要再創造一點經濟優勢 他再投資一個3TC 所以他又花了700支援在這上面 接下來你是用你的2TC爆兵 他的3TC的 這個兵力可能是擋不住你這樣 中國是這個環境 法國 羅斯 我必須說甚至英國也是這樣 甚至英國的5分鐘2TC也是一樣 2TC爆兵 然後阿拔斯3TC你把他打死這樣 那如果阿拔斯不3TC的話 你可能會比較難打死他 但是 他的經濟優勢會沒有你想像這麼大 因為 就我講的 他的TC太碗蓋好 因為他先去拿輪軸跟新鮮食品的關係 導致他的TC太碗蓋落後你3到4村 法國斷食物沒有注意到 目前非常多的食物村民閒置 看起來沒有意願打斑肉 對 事實上這個版本生存技術是可以考慮拿的 他沒有拿 生存技術拿到這裡也可以裸裂一下 這邊拉個牆拉個牆就沒事了 阿拔斯 這邊講一下阿拔斯一個主要劣勢點 跟中國一樣你長槍馬當然是可以刻爆法國 但是阿拔斯你要轉長槍馬的時候 你需要對應投入 你看一開始的兵營已經累積了這麼多長槍 可是因為馬就相對來講是比較晚蓋的設施 所以你馬的數量會少 那為了補馬的數量 要追 你就要多蓋一點軍事設施 這個其實代價蠻重 這樣兩座馬就就已經比一隻騎士還貴了 那再來就是 其實他有這麼大量的軍隊的時候 應該要嘗試去推法國家 VC現在缺偵查 所以他沒有辦法知道狀況 他只知道自己3TC 理論上持續下去守住的話 他經濟就贏了 但是 你這麼被動的情況下 法國支出零防律代價 可以採集所有的天然資源 你就虧大了 你到時候開始重點你就虧大了 法國的軍隊是打不贏這一團軍隊 但是前提是他追得上 所以 你要看法國軍隊位置的時候 要以弓箭手為準 弓箭手在哪裡 就表示他的軍隊在哪裡 你打過去 如果弓箭手在這裡的話 那他 他就是在這裡 如果弓箭手在這裡 其實在這裡的話 你現在A上去弓箭邊打邊推 你等於是軍隊從這裡一路要追到這邊 才開始有辦法造成傷害 會很難追 所以 以弓箭為基準點去判斷你 現在離對方近不近 夠近就整隊A上去基本就會贏了 因為弓箭退不掉 弓箭被長槍跟親戚一起A的時候 來不及退後 然後就會 掉很多隻 其實也沒辦法拉回來擋 因為他拉回來擋 會直接被長槍A死 這一波想要打側線騷擾 但是 是 對方提前知道的 兵 軍隊的走向 所以開始在做布防 這邊的牆看起來 成型的時間點有點危險 但 因為Beastie也直接想要繞最遠 最外線 所以 反而是來得及被擋住的 他要是 剛才就直接走過來的話 可能還來不及危險 好 這隻村民在發呆 發呆 發呆抓賽 要進來了 OK 抓賽 哈哈 本來來得及危險 但是因為這隻村民在發呆 賣隊友 賣隊友掉兩村 這邊知道親戚不在之後 他拿 弓箭手去推對方 那這個時候你就要很 注意這個親戚的動向 這邊就是我講的 這個獵場兩邊拉起來直接爽爽的踩 然後 你有注意對方的 這個 這個 既兵的動向的話 你前面的這部 這批部隊基本是無敵 他補上了一點點的長槍兵 這樣子 敵人從家裡造的一點點 親戚是沒辦法對付這裡的弓箭手 那所以你騎士雖然追不到他的親戚 正常是殺不到太多隻 但是你光是有跟上他 對 有留一點點能跟上他 知道他在哪裡 你的弓箭手就是安全了 就可以造成很大的傷害 因為 所以 這批親戚只要沒回家 他就解不了這堆弓箭 這邊看對方的騎士數量比較少 親戚決定要停下來 對著打 這個是個 錯誤 因為對方騎士連進防都拿 所以其實打的蠻不痛的 那會換掉很多的親戚以外 重點是 停下來的這一段時間給對手了 給對手太多施壓的 機會 然後對方的騎士也比較快 返回前線 所以這邊等於被法國做了一波 拿破崙的操作 被各個擊破 這邊的紅方軍事損失巨大 我們看一下 這種長槍馬的施壓 我前面講說 你其實長槍馬成型之後 一定要去施壓法國的天然資源 那我講一下為什麼 因為長槍馬有時效性 長槍馬吃食物吃得非常的重 我們之前有跟大家解釋過 每一個捐室建築 大概生產單位的時候 都需要石村 維護它 不管你造的是什麼單位 只要是120造價 跟80造價的這種單位 像長槍就是80造價 親戚就是120 弓箭也是80 這種單位 每一個生產設施都是需要石村 那照長槍的這個6.2開的比例 大概3比1嘛 所以分配下去 石村裡面有大概 大概 6吋多一點 對7吋多一點 在食物 才有辦法生產長槍 就6點多吋 然後 如果是生產 親戚的話 你看這個是 5比1的比例 就是 食物跟木頭的比值 所以 石村裡面大概有 6的話 十村裡面大概有5點多 應該超過一點 反正 也是一樣比較高的比例 約莫6吋的比例 在 在採 6、7吋的比例在採食物 所以 兩個設施加起來 你要打長槍馬的話 你有非常高 比重的支出壓在食物上面 即使你是阿拔斯 有新鮮食品 你很快就會變成這個狀態 所以打長槍馬 有時效性 長槍馬必須要足夠掩護你去 開採天然資源以外 同時就是 避免對方的天然資源開採 不然 一旦你的天然資源吃完的時候 你就 你就死了 因為 接下來你沒有辦法 繼續打長槍馬 對方跟你做了一波交換 雖然死的造價差不多 可是 騎士的高資源消耗 有一部分 大概快一半的量 是花在 黃金上 這邊也有 快 也有超過一半以上的資源 是花在 木頭上 不是食物 所以對方是 採集這些 基本上存量比較高的 食物的資源 這些天然資源的存量 都比食物高 食物的 天然資源存量是比較低的 所以你的村民更快 暴露在危險中 你越找施壓 對方越不容易 可以達成兵營的轉型 就是剛才法國轉 這個兵營出長槍兵 所以 交換比就會越差 那一旦對方已經完成兵營轉型 之後你才用長槍馬決戰 基本上勝算是很低的 他現在種這麼多田 就是因為他的冰種選擇上 要求的食物太多了 駱駝公 就是只造一隻是可以接受的 因為要提供那個靈氣 但是之後真的就只能造弓箭手 因為看這木頭已經吃成這樣了 他真的沒有足夠的資源 讓他花那麼多的食物 所以農田早種還是蠻重要的 我覺得四片田真的不過分 你早一點種四片田 你現在不用種那麼多 因為農田是無限的資源 你越早種 在現在拿到的就越多 就對食物存量的提升的幫助就越大 關於現場觀眾有提問的部分 我會晚點回答 我們先等這個播報結束 那現在 現在這一波攻擊拉村民過來 但是 這邊全部都沒有包到弓箭手 都是長槍 然後後面也被騎士堵住 親戚完全沒有碰到弓箭手 這一波大爆炸 交換筆非常的糟糕 你的弓箭在點對方的長槍 對方的弓箭也在點你的長槍 然後最後的結果就是 剩下騎士親戚弓箭 那 騎士屌打親戚跟弓箭 所以 互相換長槍的結果是不理想的 你不能夠跟法國 互相射長槍 手槍 打法國的時候一定要想辦法包到弓箭 親戚沒有包到弓箭 基本就輸了 打法國的時候一定要想辦法包到弓箭 這邊還有再射死一隻騎士 但是 城市中心的血量有點危急 拉了一些村民過來修 我們先看一下雙方的村數 剛才VOTIX已經殺掉很多BISTI的村民了 現在VOTIX本身的2DZ 是84村 BC的話92村 所以村數還是有不錯的優勢 但這麼多村民沒有在工作 剛才也拉了一批村民過來也沒有在工作 那這個村民的經濟損失 在現在開始是蠻嚴重的 前面的話他的經濟優勢是很大的 現在法國的火把傷害偏低 所以這一波城市中心還是有機會守住 但他應該要優先用城市中心射長槍手 這個射騎士或是射弓箭手應該都是錯的 一樣城市中心又開始射騎士了 比較可惜一些 偷偷維修 但是被弓箭手抓到 拉了更多村民過來 那VOTIX成功把自己的時代帶上時代3了 騎士需要保住一定的數量 大概4到5隻就夠了 4到5隻升城堡時代數值就夠了 這邊要看一下 VOTIX有拿騎士精神才上城堡時代 他不是沒有拿騎士精神上的 可是從頭到尾你看到他騎士回血的量其實並不多 沒有什麼機會看到他的騎士治療 所以 騎士精神現在這麼貴的情況下我覺得大家可以考慮 有的時候不拿騎士精神你的城堡時代可以快非常多 可以快非常多 先上城堡時代之後再拿騎士精神不是 不是沒有可能 點錯人沒有點到長槍 還有兩隻 OK騎士城城堡時代數值 有硬到 這邊法木場直接 全部切斷 農田這邊也都要掉光了所以沒救了 因為接下來他保不住這裡的田 也保不住這裡的田 所以 就是單純只是因為對方騎士在跑來跑去你就已經完全不能工作了 那 更不用講包含弓箭手的話 所以這樣子像這種法國能夠成功克制阿巴斯的案例其實是偏少的 那我必須說主要就是要歸結在城堡中心前期造成的經濟優勢其實跟大家想的分布不太一樣 阿巴斯其實前期經濟是劣勢 你因為經濟是劣勢你被迫被逼迫去開第三個城堡中心導致你的經濟劣勢 進一步延伸 進一步延伸的時候就是你會持續的被施壓 你持續的被施壓的時候你維持長槍馬的軍事來防禦 可以克制對方的軍事讓你的軍隊不被擊潰 然後所以你被施壓然後經濟形成村民優勢但是 你 因為3TC加長槍馬的實務支出 會開始慢慢的涵蓋過 你 就是 享受天然資源的這個時期 那接下來你真的需要跟對方做軍事大規模交換 正面交鋒的時候 會因為 缺乏天然資源 對方還在吃獵場你已經在種田了而承受巨大的經濟壓力 那 未必是你3TC超前2TC的那一部分可以靠可以彌補回來 簡單看一下雙方的賽後 這個對比 Voltix對Bistik的這一場他們的經濟 Voltix的法國食物總收入高於 Bistik 然後木頭數2000所以這邊部分是 Bistik現在 食物木頭的經濟還是領先 石頭也多採了一些 黃金的話少採了非常多 所以如果你看總經濟比值的話 總經濟值的話Voltix可能還稍微高 其實高了不少 對 那這就是主要的 問題 你 缺食物 一旦你的冰種打到缺食物的時候 唯一的來源就是種田了 所以你一旦不提早種田你的 這個後來 一過一段時期內忽然間變成需要大規模種田的時候直接就輸 那 我覺得這也是選手或是玩家普遍很反感種田的原因因為 你的遊戲體感上就是種田你就輸 但是 如果知道一個適當的時機點種田你就 不會輸 那 我覺得這樣子舉例還是蠻多人會不信 就是我每次這樣講都還是會有人講說 你種田就輸啦靠人家 人家沒有中你中你贏個屁啊 對不對 那但是 你想一下你拿經濟升級的感覺是不是一樣的 你拿輪軸的時候 是不是一開始你也是覺得拿輪軸就死 因為你拿輪軸還要先去多採150斤 然後才加那麼一點點經濟 那 種田也是一樣的感覺 其實你 如果知道在某一個時機點你拿 你不會死 你可能會稍微落後對方 所以表示你不能去打對方但是你在家裡守你也不會死 你就 你就在接下來會慢慢因為你種田而超前 那 你想2TC也是一樣的概念 當你蓋下2TC的時候你已經比對方少700支援 請問要怎麼贏 對方軍事打過來你要怎麼贏 你確保你在一個 來得及守住的狀態下你才會這樣做 所以種田也是一樣 其實封建種田我也是提倡大家要想辦法找到一個 來得及種田又不會死的時間點 去下這個第1片田第2片田第3片田 陸續的下田 而不是 吃完 大規模撒田 然後大規模死亡 當場輸掉 因為你陸續的種田你會覺得就半吊子沒有用 可是實際上陸續種田的意思是說 我本來10村在吃水果 我現在有3片田 1片2片3片慢慢的擴增 所以我一直都只有 5村吃水果再來到7村吃水果 那我吃完這一個果蟲跑到下一個果蟲的 時間點就 延後了30% 所以我本來 我本來吃 從8分鐘吃到11分鐘這樣子的3分鐘的時間 延後30%的話 我可以再延後1分鐘 我可以變成12分鐘我才跑出去吃另外一個水果 那就有差 你多那1分鐘的準備期 你轉型的陣痛期就低很多 所以 我是覺得他們現在的種田方式普遍都還是可以確定是錯的 因為同樣的邏輯你完全可以套用到二代 世紀帝國2 你是不是種田的玩家就輸了 可是你不會看到世紀帝國2的玩家不種田全部跑出去吃打獵 對 因為 你村民防禦的難度 會因為你全部跑出去 而悲爭 然後 你種田雖然會輸 可是玩家會慢慢找到一個開始種田卻不會輸的時間點 然後 去種他 那 概論上是沒有錯的你越玩種田的玩家越優勢 所以你有辦法多推路 多吃打獵 多吃水果 然後把種田一路延到封建的初期 甚至是後期 你就已經 優勢非常大 那但是你為了這樣做 而 直接變成最後一次 大規模的沒食物之後開始全部種田 如果有二代的玩家這樣玩的話應該 馬上被當白癡 但因為世代現在大家還在發展戰術 很多的build跟timing都還不是很完善 這個是蠻有機會在後來看到慢慢的完善 那今天這場就跟大家講解到這邊 希望大家還喜歡今天的節目 也希望我分享的資訊對大家有幫助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